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采访,向齿轮,向沙发。 近日,看了肖战的采访之后,对肖战有了重新的认识。 众所周知,肖战因为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中饰演未无限一角, 而迅速走入大众视野,后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功出圈。 人气和流量呈直线上升的状态,同时也成为了2019年四大顶流之一。 虽然因为非科班出身,肖战一直备受热议。 但他用可圈可点的演技堵住了悠悠众口。 用实力证明自己可以当一名演员,而且还是一名好演员。 娱乐圈的打工仔肖战。 熟悉肖战的人都知道,23岁之前肖战一直是一位素人设计师。 初次走进娱乐圈是在2015年参加《燃烧八少年》综艺选秀节目。 在节目中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书奇,一起帮助自己实现最初的音乐梦想。 后来慢慢的,肖战开始接触演员这个行业,从自意潇洒的魏无限。 一模一仙的张晓凡,到狂傲不羁的贫嘴少年,淳朴自然的外卖小哥。 再到坚定执着的颜冰云和温柔腹黑的北唐默染。 肖战用心揣摩每一个角色。 用心演绎每个人物角色的不同状态。 不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,也得到了业界的好评。 在一次采访中,主持人让肖战用一个词来形容演员肖战和生活中的肖战是怎样的。 肖战回答道,演员肖战是齿轮,生活中的肖战是沙发。 听到这个比喻,是有些吃惊的,但在听到肖战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之后。 不得不说肖战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,形容得非常贴切。 之所以称演员肖战是齿轮,是因为肖战认为齿轮就是要不停地转动。 去发动和运作能量,让大家去看到你的能量。 而且每个齿轮都是一卡卡一卡。 非常的精准,虽然目前自己还没有做到像齿轮一样精准。 但是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。 对于工作,肖战还是会一直认真对待的。 这一路走来。 其中的艰辛只有肖战自己才能够明白。 不要认为陈情令是肖战的一夜爆红。 在这样的成功背后,都是肖战一步一脚印,踏踏实实努力地来的。 生活中的肖战是像沙发一般舒适,因为沙发不仅能够让自己舒服,也能够让周围的人舒服。 在一天忙碌地工作之后,可以赖在沙发。 上放下种种束缚,感受到自由自在的自己,看来肖战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男孩。 或许前路未必是光明坦荡,但一定充满无限可能,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 彼此保护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。 这个自称是娱乐圈打工仔的肖战。 其实一直在默默努力,不仅有高颜值,张弛有度的演技。 还是一位正能量满满的艺人,如此优秀的他,有谁会不喜欢呢?